溫泉池冒著白煙 滿滿硫磺味 民眾整個身體浸泡在裡面超紓壓 寒流席台北投露天溫泉越晚越多人 有人從外縣市來 甚至還有外國民眾專程來體驗泡湯文化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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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熱水 很熱水 對 從來沒有去過 還不錯 蠻舒服的 我覺得蠻多的 除了大眾露天池 溫泉飯店的湯屋 更是一防難求 業者特陸週六朝上八點 持續到凌晨兩點預約全滿 平日湯屋需提前三四天預約 假日湯屋更需要提前一個月才預約得到 10月開始是我們北投這個溫泉的旺季 平日基本上都達到八到九成的一個住房率 週末基本上都是客滿狀態 直到過年期間都是一防難求 泡湯暖身促進血液循環 但也要注意下水前先吃飯或小點心 避免空腹泡湯 以及飯後最好休息一小時 避免吃飽後馬上泡湯 尤其一定要適時補充水分 泡湯的時候血管都會放鬆 那你這時候心跳就會加速 身體的每個組織的需求都會增加 吃太飽泡湯的時候 有時候血液循環一下子沒有辦法很均勻的去搭配 另外專家也提醒泡湯前避免食用麻辣料理或飲酒 以及泡湯後因適量進食補充能量 泡湯放鬆疏解疲勞 但也要了解注意事項避免傷身 結果王志文楊宗彦台北報導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就是很棒的